好 这一集我们要特别来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席 他这近期的动作来勾画一下他对于接下来两岸发展的一个破话蓝图 我们先来看到习近平主席最近的动作 10月15号 16号这两天他来到了福建这边来做考察 他表示接下来要全力抓好的事 你看他的关注的议题都是在经济上面 他说第四季度的经济工作要努力来实践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加快推动福建厦门来建立一个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而在探索海洋的两岸合作发展的新路上要迈出更大的步伐 另外我们来看到是在这个中共的发改委的部分 他的规划是说在福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主要的任务是探索海洋相关的跨境交易的模式 进行涉海金融服务创新模式等等 好 我们看到重点来了 习近平主席这一次的初询时机比较敏感 原因就是因为他是选在解放军联合力舰2024B演习之后的隔一天 而且这次上面谈的都是经济的相关议题 那看似淡化了军事上面的紧张气氛 但大家还是担心说后续会不会有联合力舰2024C呢 云中老师怎么看 其实这个我觉得做这样的联想 可能是比较从我们这边的角度 因为事实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总书记 习近平主席 他过去就是在福建这个地区 从基层服务上来 成为这个国家领导 但是福建 因为有些我们官方会可能没有去过 那有些人去过就会 才会发现说 这个福建比起长三角跟珠三角 好像它相对发展是比较落后 其实后来才知道原来以前的原因 以前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跟台湾 因为两岸关系不稳定 所以为什么说现在福建 他还是很重视这种 就是说一个经济发展 希望能够后来居上 残交角跟珠三角 那这边我也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谈到 这个有所谓两岸融合发展 这个两岸什么 这个探索两岸融合发展 这个我稍微简单的解释一下 因为事实上那个习近平先生 他父亲是习仲勋 也是做过这个广东的省委书理 那你会发现大陆他经济办 比如说厦门他是特区 那比如说平潭他是综合实验区 他现在这个示范区 他已经是更近 不是说示范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不是只有福建做 就是你做出来如果可行的话 希望大家都能够跟进 而且他这个比较正确的书理是说 叫做建设福建成为台胞台气 登陆的第一家园 我们不要一直想解放军登陆台湾 他们是非常欢迎 我们更多台湾的同胞 到大陆去发展 他是这样子一个概念 然后你透过福建 再去转进其他省份 这是他用 而且你看他用的这些动词 术语探索融合 其实都是相对比较柔性 而且是科学的 那事实上他的这个 有在更细部的这个分法 除了这个第一家园之外 他还提到叫深度融合 全域融合 那个深化敏台 人文社会文化交流 这个比如说全域融合 我也是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提到这个厦门 福州 好像感觉是海洋经济 最本来就是沿着海岸 因为事实上我们 因为大陆他 也有一阵子他非常强调 就是平坦 因为他觉得离台湾很近 然后希望能够共同开发 事实上我也看过一个材料 就是说我们基隆的海洋大学 本来是要跟他们一起合作 在平坦去开设一个大学 那后来就是因为 那是在马先生 这个担任领导人之后 他本来要去达成 那我们也知道 随着两岸的这个发展 他这个事情就胎死腹中 那这个全域融合 他就是等于说 在以前平坦 那个情况之下 大家都以为说 平坦是一个集中发展点 但事实上他最新的规划是 福州希望跟马祖更加的多互动 我们也知道前阵子有一些 进步的发展 厦门本来跟金门 他就是有所谓的一日生活圈 他现在他来到福建 他是希望说 福建从北到南 甚至他很内部的 靠近山区的 甚至什么山明 龙岩 他希望都能够 透过文化乡村振兴 这样 比如说宁德 他有这个殿寺 他也希望更多两岸的互动 所以这个我们讲说 就这个叫两岸融合法 硬要说跟这个联合利监有什么 而且我一直觉得也不太适合说 叫这个罗伯与棍 他有点那个 我们以前台湾有阵子 大家喜欢玩那个开心农场 他希望说大家一起去那边 我们一起种萝卜 一起这个求同存异 一中求同 去开创出一个新的模式 这是我感觉上 他比较要传达的信息 跟善意跟友谊 好 老师 在我们看到这个 习主席这一次的出席 认为是在促进文化 跟两岸融合方面的利益 比较是往这个方向走 不过我们也做这个地点上面 做一些观察跟揣测 因为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 他到访的地方是福建省的 江州市东山县跟厦门市 这个两个地方 刚好都是攻台的战略要地 所以我们来特别看一下说 这一次他出巡 在软硬信号上面 又怎么 委员怎么看 如果要从硬的角度来看的话 东山岛 厦门都有硬的地方 首先厦门当然 我们大家会想到823炮战 但823炮战并没有 两军直接的对战 就是互相丢炮弹 隔着一个海域 中方面的军队并没有 你打我 我打你的 那种直接面对面的作战 所以各中方面伤亡是有限的 他去东山岛 我是觉得台湾岛是 就是要正确认识东山岛 为什么 因为1953年7月16号 是海峡两岸在东山岛打了最后一场大型的战争 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国军总共派出了1万人 而且是所谓的相当好配备的军队 1万多人 直接跨过海峡 有人说海峡很难跨 我们就跨给你看 也表示对方很容易跨过来 就1万多人就直接进攻东山岛 东山岛上当时并没有解放军 所以刚开始第一天的时候 打得很顺利 那到第二天的时候 解放军就调集部队过来了 那形势就逆转 这个时候1万多人大概 伤亡将近3000人 所以算是伤亡率相当的高 那也表示说我们虽然装备比较强 可是面对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 我们也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 那为什么要打这样的中山岛 它事实上是美国CIA叫我们打的 那为什么美国CIA叫我们规划 而且是美国CIA规划 叫我们去打这样的战争 是为了要配合韩战的金层战役 韩战有一场叫很有名的金层战役 也是韩战最后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美军跟解放军的志愿军 是双方派出精锐大规模的对战 为什么 大家都想要在韩战签订的最后一刻 取得优势 那韩战签订就是在1953年的7月20几号签的 然后他们在韩战精神开始打的时候 就要求我们台湾的国军 也打一场东山岛战役 来作为牵制解放军 希望他们在谈判条件的时候 能够取得优势 也就是我们就是韩战谈判的工具 去打仗战争 所以我可以解读说 习近平特别跑去看东山岛 他虽然没有讲什么 我眼中看起来 1953年7月16号 我们都还没出生 他就是告诉你 你真的要打吗 你敢再来打一场吗 你说台湾岛跨不过去 你们不是跨过来的 我还没跨过去 我觉得这个含义很清楚 不过他同时另外去看了 东山的官地庙跟文化园区 台湾所有的官地庙 大概都是来自于东山岛的分岭 从北到南 所以他会讲说文化认同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所以这个是软的 欢迎很多台湾人做生意到 官地文化创意园区里面 去做各种软体的 或者演绎等等的事业 那厦门当然是一个工商大城 工业非常好 商业非常好 那早已经把金门吸收过去了 所以金门早已经不可能成为一个战场 金门老百姓也不会为台独打任何一枪一炮 这个我想民进党政府自己心里有数 所以这个已经是某种程度 每一年到十月 你就会看到他们接到 要不是有人禁止的话 一边挂五星旗 一边挂青天白日旗 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场景了 那就看现在台湾怎么去回应 习近平表达的态度 你可以把它看作最后一个和平的橄榄枝 你也可以把它看作 这是一个即将启动战争的按钮 谢大使用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就是说 这一次我觉得就习近平 就在联合力建2024 一结束就到了我们台湾 离台湾最近的福建省 而且看了东山岛 东山岛我第一个想象就是说 那时候东山岛战役 我们都知道的 你还没出声 我也还没出声 对 可是我们那就听了很多 很多我们那些 后来这些军方的朋友都提这个战役 所以是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是很重要的一次战役 那当然我觉得它一方面也是缅怀过去 另一方面它也 我想到福建来 也就是在有关执行对台政策 最敏感最直接的地方 表现它个人的支持 表现它个人的支持 而且它在重申 双方要怎么样